Hello 我相信拍视频拍照很多时候补光灯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一款配件 今天我们来聊两款性价比比较高的补光灯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务必把签到两个字打在屏幕上 我本人是很喜欢买补光类的产品的 因为非常小巧方便 你走到哪里都可以try到哪里 必要的时候我还会用它们充当长曝光时候拍照用的光辉棒来用 那么今天我会为大家推荐两款性价比很高的补光灯 价格都在100元左右 那它们是来自Lavoco 蓝万科这个品牌 那就是我手上的这两款 也是目前来说同样质量和功能上价格最合适的两款 那这期节目结束以后 我会从我的粉丝中抽出三位朋友 我会随机的将这几款灯送给大家 那好的 一个是这个Lavoco的A10 这个 那还有一个是这个Lavoco的迷你版灯 就是这个 首先它们的电池都是2000毫安时 那对于A10来说它底部会有一个冷靴的接口 那这个我会用在旅行的时候光线不足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在拍摄Vlog 你可以将它连接在相机上来使用 而这个迷你的这个6瓦的板灯底部是四分之一的这个接口 那你可以将它连接在三角架上作为补光来使用 对于A10或者迷你暖灯来说 它提供了好几种光照模式 那操作上其实都是一样的逻辑 那首先是双色温模式 色温从3200K一直到6200K 那在这个模式下 我会将它们用作我的主光源来使用 那么亮度的百分比 你可以自己来调节到一个满意的状态 那另外就是这个HSI模式了 这个是我平时在家最主要使用的模式 那对于色相和饱和度 你都可以调节用来渲染 比如说拍摄环境的氛围是非常有用的 比如说现在我背景的这个蓝色光线 那我同样可以用这两款小补光灯来照亮这个背景 得到这样一个感觉 那对于LaVocal A10这款灯还有一个好处 它是磁吸设计 你可以将它吸附在任何的金属表面 那对于一些不具备设置补光灯的场景下是非常有用的 另外LaVocal也为这些灯设计了他们的APP 那交互界面也是非常的简单好用 你可以很轻松的调节它的这个开关 在界面上直接选择颜色 如果你需要精确调节 那下面这些可以滑动的这些参数 你都可以做到一个调整 那比如说你点击这个右下角的这个Default 你可以把当前你选择好的参数点击这个加号作为预设 那对于相同场景下一次你就不需要再去调节了 那另外的话这个APP还有更多的一些功能 你都可以去试着去尝试是非常好用的 不管你是用这个LaVocal的A10还是这个6瓦的这个迷你版灯 对于它的APP使用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那对于100块钱左右的这样的价格 我找不出能比这两款灯更好的补光类产品了 相信你也会喜欢 那么我手上的这两款灯 我会随机抽取我的三位粉丝 然后联系你们将它们邮寄到你家 那就不要忘了对这期视频一键三连点赞加关注 我是靖我们下次见